大家好,我是阿胖 首先准备一把嫩一点的豆角,洗干净去掉头部 然后再提前烧一锅开水,放入豆角 烫至豆角变色变软,捞出控水 再放入凉水里面泡一泡,这样颜色会更碧绿一些 准备几朵香菇洗干净,先切条再切丁 切好之后先放入大碗中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,也切成胡萝卜末 可以切的稍微大一点,和香菇放一起 再把豆角捞出来,控干水分,切成末 装到另一个大碗里面 五花肉切成厚一点的片 然后开中小火,放入五花肉慢慢煎,煎出里面的油 煎至两面金黄,捞出控油 先把煎好的肉放在一边 接下来利用煎出的油,把香菇,胡萝卜末炒出香味 炒好之后和豆角放一起 筷子搅匀后先放在一边 再把五花肉剁一剁,可以剁得稍微有一点颗粒感,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现在开始调味,加入蚝油,鸡汁,五香粉,食用盐,搅拌均匀,就行了 再准备一些饺子皮,四到五张为一组 取出擀面杖,上下两面都要擀一擀 擀到比较透明一些的状态,就行了 接下来放上调好的馅料,开始包包子 包的时候要稍微用力一些,因为饺子皮比较干 太干的话也可以沾一点水 一定要放在不沾的笼屉内 我这里用的是耐高温的硅胶垫,可不是塑料的 水开上锅,开大火蒸8-10分钟 现在已经蒸熟了 可以看到非常的薄皮大线,底部也不烂 这样做的包子首先不用揉面,不用擀面,就非常的省时间 而且是薄皮大线,晶莹剔透 馅料也是非常的营养丰富,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哦 谢谢您的观看,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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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